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华君向帝君表明 本次是天君派他和白浅再次请帝君和封九殿下回天宫休养 帝君拉了小白的手 我同小白商量了 我们要补办大婚 在这里再休养时日 然后去清秋拜见长辈 定了大婚的日期后再回太成宫条里 白浅听东华帝君说去清秋拜见长辈 甚是开心 觉得自从东华帝君跟了他家小酒后 人情味越来越浓了 叶华对住连宋和成玉说道 三叔和成玉你们辛苦了 连宋喝了口茶 一脸坏笑地盯住帝君说 他才辛苦呢 白浅没太明白连宋他的笑话 也正经地跟住说道 帝君辛苦了 叶华看了看自家夫人觉得 浅浅还是个小姑娘很纯真 其实他家夫人比他大了九万岁 白浅的辛苦是真辛苦 那连宋的哪里是呢 凤九醒来还是第一次见姑姑和姑父 自然十分开心 一会叫姑姑喝茶 一会叫姑姑吃糕 连宋见了又动了歪心 他对东华道 帝君如今你也是凤九的夫君了 你该该口叫叶华姑父了 白浅一听 高都噎住了 叶华道不动声色拍住白浅的背 凤九听了晚耳一笑问连宋道 三殿下我和成玉是姐妹 她也是我的家人 自然也随我叫姑父的 不知你想不想叫 凤九这一问连宋傻了 说随成玉叫就把自己绕进去了 说不随那不是表明 他和成玉不想有关系吗 帝君颇为赞赏地看了眼 他家小白 成玉道 凤九你学坏了 还是白浅解了为说 他们清秋从不讲这些俗礼 连宋他对帝君屡战屡败 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爱 叶华和白浅听功 还有事告辞回去 叮嘱帝君和小九要好好休养 帝君把司令拉到一旁 悄悄地不知道在说什么 司令神神秘密也随 叶华和白浅回天宫了 叶华和白浅一走 帝君就牵凤九回寝殿 走了很远飘过来一句话 这比海苍林好玩的地方很多 你们自便 从这天起连宋七日都没见过帝君 帝君和凤九回了寝殿 凤九拉住帝君在寝室转了一圈 紧紧抱住东华的腰说道 我们的家很好 东华我很开心又回家了 帝君低头看住凤九有些湿润的双眼 觉得凤九此时小女孩般天真又柔弱 娇羞 她不由自主捧起凤九的脸吻了下去 几日间寝室内外自是两重天 室内云密云愁 两情浅浅 室外落花无声 半香流年度 连宋她嘴上怪帝君重色轻友 心里还挺开心 来这的几个月都没带承玉她出去走走 帝君这碧海苍灵里灵山灵水自是 先则身后值得游玩 一日他俩逛林泉时 连宋突然想到帝君 他这还有粤鱼就大婚了 得准备贺礼 连宋对承玉说 咱们俩一起做个礼物吧 时间有些来不及了 帝君大婚地送个有意义的礼物 承玉说谁要跟你一起 可他经不住连宋软磨硬泡就答应下来 他俩从碧海苍灵的灵犬底 循了传说中的玲珑白玉 准备打造一套茶器座鹤里 连宋的首席活字是做不来的 所以打磨等粗活他做 金雕戏客游成玉座 俩人过得也甚是愉快 第八日众林来说 帝君和凤九请他们明日一起用善 连宋悠悠来了句 难得你家帝君还记得 这一日的碧海苍灵天空流云朵朵 树木清脆 百花争艳 饭香四溢 多日不见的帝君拉住凤九神采奕奕地走出寝室 凤九和成玉去做吃的 连宋和帝君在一棵菩提树下画了软他下棋 连宋看了眼面色红润的帝君 嬉皮笑脸地打去他 你这身子可还结实 帝君摆好棋子回他 倒是你不运动怕是废的 连宋这真是自讨苦吃啊 又被打了七寸 不一回凤九糖醋鱼的香味就飘了过来 当初凤九变成帕子时做了回锅的糖醋鱼那味道他至今不忘 后来他别的鱼吃了都绝无味 想一想几百年都过去了 前程往事就像昨天一样清晰 今日凤九做了糖醋鱼 无忧高 青莲蒸白鸡 还有东华爱吃的腌制菜 慢金子 东葵菜 又把折烟上神烧来的桃花酿搬了一坛 几个人菩提树下吃得甚是惬意 帝君凤九很真诚地谢了连宋和成玉 他原来觉得连宋真的是花花公子 这几次大事情下来他觉得连宋人挺好 有担当 他要帮成玉 就多夸了几句连宋殿下 连宋 携了一眼帝君道 有人要加点醋啊 我家东华才不吃你醋呢 凤九笑了 又给帝君加了菜 几杯酒过后 成玉和凤九俩人凑到一起说悄悄话 你之前在房里一日都待不住 这次倒是七八日都待住了 凤九看了眼帝君悄声说 我还觉得时间过得挺快 陪东华煮茶聊天 看书 竟不觉得无趣 现在只要能和东华在一起做什么都好 其实凤九他没说实话 多半的时间帝君都和他讨教别的事了 在阿兰入梦境里 帝君曾说过要同凤九讨教 这次他抓住了机会 凤九又问成玉 听东华说你和连宋他在这有几个月了 你们俩有进展眉 他对你可好 成玉脸一红 羞羞地说 倒是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也不知道 就是见不到他会觉得少了什么 脑子里总有这个无赖 凤九笑道 那就是喜欢他啊 他俩觉得在说悄悄话 可帝君和连宋都偷用了法术 穿了私心在偷听 这偷听的一个觉得小白最疼我 一个觉得成玉他心里是有我的 俩人皆大欢喜 对看了一眼 谁也没觉得无耻 月色渐浓时 几个人移到了河塘边上的六角亭里 圆月升空 银灰四溢 夜风有些微凉 帝君把凤九揽在怀里 连宋手腕一栋画出一件轻薄细纱衣 披在成玉肩上 取出玉笛 一曲但愿人长久在融融的月色下 缓缓飘进心房 笛声淡薄幽远 情意绵绵 这一曲颇得帝君欣赏 亲自给连宋添了茶 此时的碧海苍林 良辰美景 家人成双 轻音软语 敌传情长 两日后去青秋拜见白纸湖地 碧海苍林清风一一 在殿外等候的连宋 见帝君和凤九两人一身紫衣 腰间飘了浅白细纱的风带 先锋倒鼓地走出了寝殿 连宋扇子一打对帝君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 帝君嘴角微微上扬 看他的眼神很是温暖 连宋偷偷和身边的仲林说 从凤 揪醒了他俩穿的衣服 都是一样的吧 连体婴儿见过没有 丛林只笑笑不说话 只觉得今日帝君 他老人家每跟头发丝 都开心顺滑 一路上帝君一直牵住凤九的手 凤九很是期盼回青秋 又有些忐忑 必定他偷生了滚滚又性情 刚到青秋还没下云头 凤九就被吓到了 脚下欲软 帝君感受到了问他 怎么为什么有些有些想家了 只见狐狸洞外这一群人 爷爷奶奶 爹娘 各位书百 就连他姥姥 伏觅仙母都来了 他定了定神 对驻东华 帝君坚定地说道 东华你不用怕 如果他们不答应 我就跟你走 我死都不会离开你的 帝君刚想说话 他一转身下了云头 就跪在这一群人的面前 因为他记得他姑姑教导过 他讨债要快准狠 这次他就用这招 他大声又正义凛然地说道 凤九不笑给青秋丢脸了 可如今我生是东华的人 死是东华的鬼 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 你们不认他 那我就我就 你就怎样 胡帝沉声问他 凤九一狠心说道 我就不再回青秋 连颂看了看帝君说 凤九对你真是情深似海 帝君很得意地回他 我挑的 小白他自然是最好的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我跟下集关于我 我跟下集关于你 我们下集关于你 就下次我们下集关于你 我们下集关于你 我们下集关于你 我跟下集关于你 我们下集关于你 在乔治的方式 就有好 非常好 我们下集关于你 感谢观看